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 其实有你陪着我 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来 我帮你到湖边泡泡脚 你小心一点 养人的心情因为欢乐而轻松多了 不过却没有让和珍的病情好转 开始旅行之后三个月 和珍的体力直线下降 之前和珍可以坐半天轮椅才需要休息 现在呢 只要和珍感觉不舒服 就要尽快躺下来了 有时候在路边的长椅 草地 甚至马路旁 而每次陈金也会为她按摩舒缓 老公 你也休息一下 我稍微躺一下就没事了 你放心吧 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老公 我觉得老天爷真的很公平 以前每天想去旅行都没有机会 现在呢 就算躺着也可以去旅行 你想好好休息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好好好 又一天了 因为找不到地方住宿 两人索性睡在公园 其间和珍因为痛楚 不停地呻吟 这位太太怎么了 需要叫救护车吗 不用了 我老婆身体不好 她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没事 那为什么不回家要留在这里 于是 陈金说出了实情 原来是这样啊 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